薄透镜的焦点 薄透镜的公式跟面镜公式有完全相似的形式 你看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形式完全一样 DO分之一加DI分之一等于F分之一 但是面镜只有一个焦点 而薄透镜有两个焦点 这两个焦点像这个一个 这边也一个 那这个就是说 如果你把一个物体摆在这一点 物体摆在这一点 结果它成像在无限远 成像在无限远 这个是一个焦距 或者是说 你物体摆在无限远 成像在这一点 这个也是一个焦距 现在我们说成像在无穷远处的物点 就是这个 成像在无穷远处的物点 成为这个透镜的第一焦点 这个是第一焦点 这个是第一焦点 那么在无穷远处的物点 它的像就是在这里 这个位置就是第二个焦点 像这个 你要记得第一焦点跟第二焦点的位置 此二焦点分别位于 薄透镜的两侧 而且两个焦距的大小是相等 两个相等 这是一个焦面 像这个物体 像这个 像如果在这个焦 这是方色线 这个是成像在无穷远 那这个就是焦面 这个也是 无穷远处的物体 成像在这个面上面 这也是焦面 位于焦点的地方 宇宙垂直的平面 叫做焦面 Focal plane 就像这条线跟这条线 位于第一焦点的焦面 有一定大小尺寸的物体 就是在这个焦面 有一定大小的物体 成像于透镜后面 无限远处 如这个图 当然 在无限远处 有一定大小尺寸的物体 成像于第二焦点的焦面 如这个图 现在我们看 右图是一个凸透镜 左右两侧的焦面 曲率半镜 一个是二十 一个是五 这个是二十 这个是五 这个是负的 这个是正的 根据曲率半镜的符号 第一个面 到曲率中心的方向 第一个面 这个面 这个面 到曲率中心的方向 与路射线的方向 相同 这里的方向 跟路射线的方向相同 所以它是正的 第二个面 它到曲率中心的方向 跟路射线的方向相反 所以这是负的 所以我们把它带到这个 Lengthmakers Equation 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式 然后把它算出来 原来它的这样的一个透镜 它的焦距是8cm 正8cm 好 一束平行光线 比如说有一束平行光线 入射于这个图 的透镜 穿过透镜以后 可以汇聚成一个实相 这个 汇聚成一个实相 以这个计算 它的焦点是个正值 这一类的 像这个 这个跟这个 我们通通通称它叫做 汇聚透镜 converging length 或者叫做positive length 叫做涂透镜 正透镜 也称为涂透镜 涂透镜的放大率 应该是写放大率 应该是写放大率 放大率 我们看这个 OO' II' 跟Oi 三条线 形成两个相似三角形 相似三角形 这个 这个 形成两个相似三角形 OK 这个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 就是 对应边 相似三角形 对应边 成比例 所以 这边的大小 比上这边大小 要等于 这个大小 比上这个大小 有这个 所以 它的 透镜的 成像 放大率 放大率 这个应该是 M 等于Y' over Y 所以它就是等于 负的 DI over DO 这个是透镜的 放大率 好 现在我们看 发射透镜 Diverging Lens 发射 好 Diverging Lens 这两边的 这个曲率 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 OK 好 那么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一个物体 它的 在无限远 点状物体 在无限远 它结果 到了这里以后 成像 是聚焦在这一点 聚焦在这一点 这是它的第二个 焦距 如果一个物体 如果 如果 如果说一个物体 它这个 是聚焦在这一点的 这个 这个 光线 结果它 直射以后 成像在 无限远 这是它的 第一个 焦点 这一束平行 光线 入射于 上涂的 透镜 穿过 透镜后 变成 发散状 根据这个 计算 这个焦距 是一个 负值 你根据 这个算 刚刚 我们算了 涂透镜 对不对 奥透镜 也用这个算 结果它是 一个负值 这一对的 透镜 我们称它 叫做 发散透镜 diverging length 又称为 负透镜 negative length 又称为 凹透镜 发散透镜 也有两个焦点 分别为 第一跟第二个焦点 但这两个焦点 在发散镜的 前后位置 跟汇聚镜的 前后位置 相反 相反 好 这个狮子 跟这个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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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适用于 所有形式的 汇聚透镜 或者是 发散透镜 薄透镜都可以用 所以它 成像公式 跟放大率 可以用在所有的 透镜公式 透镜 我们透镜有这几种形态 这个形态 跟这个形态 你看这个面 这个几乎都是 凸出来的 对不对 从二外侧 到中间的名称 这个 这两个 到这个中间的名称 分别是 弯跃形 这是弯跃形 这是平凸 平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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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双凸 双凸透镜 双凸透镜 那这个就是 双凸 透镜 好 现在我们看 一个物体 放在 双凹 刚刚那个 有这个 凸的 有凹的 凹的就是 加个凹子 它不是凸 双凹透镜 前40厘米 有一个物体 透镜的曲率半径 是42cm的凹透镜 的材料 摘射率 这个 材料 摘射率 是1.65 是1.65 这个漏掉了 1.65 透镜的焦距 是物体的相距 并说明相的性质 这个 我们 先要求焦距 用这个 LensMakers Equation 把这个带进去 双凹了 所以第一个是负的 第二个是正的 N等1.65 结果它的Focal Lens 是什么 负的 对不对 我们刚刚讲过 它是负的 好 这个呢 就是成像公式 我们现在有了这个了 D是40厘米 放进去 带进去 结果DI是负的 17.87 所以横向放大率 你把它带到这个里头去 0.45 所以这个是什么 在进前 17.87 它一定是一个虚向 它是缩小的 正立的 虚向 透进成像图结法 还是一样 第一条 平行的 折射以后 经过Focal Point 第二条 经过这个的 就一直过来 第三条 经过这个焦点的 就变成平行线 OK 好 那么主要就是 这三条 这也是一样 第一条平行线 折射出去 延长线交于焦点 经过中心的这一点 它折射 经过中心的这一点 就是一直过去了 好 这一点呢 它折射是朝这个方向 那这个是 任意的一点 好 这是我们刚刚 讲的就是这样子 好 下图为几个透进的 成像例子 你看 一个透进在这里 焦点在这里 像在这里 好 那你看 第一条 平行的 要焦于焦点 第二条 中心的 一直过来 经过焦点的 变成平行线 折射以后 变平行线 这三条线交对 这一点就是爱 就是它的像 第二条 第二个 你看这个 同样的 同样的这个 透进 我是画得不太好 好 现在把这个距离 拉近了 OK 没有距离它那么远 拉近 结果 结果呢 第一条 聚焦的 折射到焦点 这一条 直接穿过去 这一条 经过焦点的 平行线 变成这个 你看 这个是什么 缩小的 道立 实相 这个呢 你看这个距离啊 正好是什么 两倍的焦距 两倍的焦距 这个时候呢 像的大小 跟这个 像的大小 跟物的大小 一样大 这也是 就是没有放大 也没有缩小 不过它是 导立的实相 好 我们再把这个 拉近一点 把这个物体 再拉近一点 还是画这几条线 OK 这条线本来没有了 因为这透进 只到这里了 这两条线 就可以交到这一点 这个时候变成什么 导立的 放大的实相 你再把它 再把它拉近来 就放在 focal point这里 focal plan 在焦点这里 结果呢 这条线 经过焦距 这条线 不动 这条线呢 因为它是从 焦距 那里出来的 焦点那里 焦灭那里 出来的 所以也是一个 这三个都是 平行线 它就成像于 无限远 第五个 我们再把它拉近 你看 拉近到这个 focal point 里头了 结果它成像呢 你看啊 平行的 折射 折射以后 经过焦点 它的 延传线到这里 这条经过这个 中心的 折射 不偏不倚 所以 延传到这里了 所以它像呢 好像在这里 这个时候就变成什么像 在这个里头的 像在这个 focal point 这边的 就变成虚向 正立 放大的 虚向 第六个 如果你把它摆在这个 最后是 如果是这里的话呢 当然这个只是 我们只是看它 移动 移到这里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 这里一条线 好像从这里过来 这个焦点 那么 这一条 有一条线 从这里过来 因为它经过焦点 所以平行线 那这两个焦点 焦到这里 这两个焦点 焦到这里 这个是像 焦点的像 这个是 这个是物体 这两个焦点是像 所以 像跟物体 就是它的本身的 第七个 第七个 我们现在看一个虚物 这个物体呢 是虚的 就是说 它的光啊 聚焦在这里 是这样子的 结果呢 我们把它的折射线 画出来 你看 这一条线 经过焦点 就是平行线 平行线 就经过焦点 这个就是 所以 这个时候 它的像是什么 缩小的 缩小的实像 缩小的实像 这几个是用图解法 再来我们就介绍 双透镜系统 Two Lens System 用单一透镜 所构成的光学装置 用途很少 其实很少 像我们照相机的 这个镜头 它不是单单的一片光 它好几片透镜 装在一起 这个透镜呢 它主要就是 要放在一起 要消除它的一些相差 它用的材料 每一个透镜的材料 可能都不一样 双层望远镜 也是一样的 天文望远镜 也是一样的 显微镜 也是一样 都是用数个面镜 或者是灵镜 所组合而成 本节 就是我们这里 仅就两个透镜 组合的系统 予以讨论 讨论 这个最简单的 两个透镜 组合在一起 那么它这个成像 就是第一次透镜 成的像 就变成 第二个透镜的物体 物体 然后这个物体 在第二个透镜 再成像 就是这样的 从第一个透镜的像 发出的光 若以发散的方式 向第二个透镜 的时候 这个 是为第二个透镜的实物 如果 汇聚方式 射向第二个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例子一样 那就是虚物了 虚物 这个系统的 总横向放大率 就是个别放大率 的成绩 M Total 对于M1 乘M2 好 现在我们看 两个同样的透镜 F1 等于F2 等于15个 Centimeter 两者之间的距离 是 两个透镜距离 是6个Centimeter 现在将一个物体 放在第一个透镜前 十公分的地方 要求像的位置 总放大率是什么 并说明像的性质 绘出光线的路径图 那我们现在先用计算来 我们把它当作两个透镜 第一个透镜 透镜公司这个 它放在这个 第一个透镜 Focal Lens 两个都是15 两个都是15 它第一个透镜前 10公分 那你就可以求出 它的像 像是在哪里 在透镜的后面 30公分 好 放大率就用这个 横向放大率 正三 正三是什么 放大的 正立的虚向 放大率 在第一个 镜前 这是负的 负的在这个 镜前面 前面 30公分的地方 物体 比物体大 比物体大三倍的 正立的实相 然后我们再 把这个像 用第二个透镜 当作第二个透镜的 食物 因为它是 因为它是 它过去是 汇聚的 应该是 发散的 发散的 等等我们看 那个像 就是发散的 所以 所以 它的这个 物距 就是等于 相距 相距是指 跟第一个 向顶点 距离 30公分 而第二个像 第二个透镜呢 是距离它 6公分 所以它是等于 36公分 F等于15 把这个带进去 DI2就是 26个 cm 放大率带进去 变成负的 7.2 那这个是什么 在静后 26cm 缩小的 倒立的 10项 总放大率 这两个相乘 这两个相乘 是这个 所以这个像是 比物体大 2.16倍的 10项 好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 刚刚 没有这个 比较不太清楚 这是物体 第一次 因为它在这个 Focal Lens的里面 所以 它成像的 这是发散的 看到没有 发散的 平行线 交于焦点 经过这里 经过这里的 就一直走 OK 好 那么 这两条线 你看起来 好像从这里头 过来的 所以这个是 它的一个 虚项 第一次的项 好 这个项 就变成 第二个项 的 食物 食物 OK 好 第二个项 的食物 那么这个食物 成像的 平行线 到焦点 到焦点 下来 这条线 一直走 焦到这一点 这就是项具 所以这个项 你看是倒立的 放大的 实像 好 我们再看 有一个光学的系统 它由焦距 分别是12公分 正12公分 负12公分的 两个透镜 组成 当中的距离是 22公分 一个高位 2.4公分的物体 放在透镜1的前方 18公分处 求成像的位置 求像的横向放大率 并说明像的性质 绘出光线图 我们还是把它分 第一个透镜 跟第二个透镜 来做 O1物体的位置 D118公分 F2和F12 我们看到成像就在这里 成像 这个等着我们看图才知道 成像是正的36公分 在静后 放大率 把它带到这里头去 等于F2 所以它是什么 放大两倍 倒立的实像 在静后 透镜1所成的像 位于静后这么多 放大两倍 倒立实像 透镜2 透镜1的实像 是透镜2的虚像 因为它是convergent convergent的话 那就变成一个虚 透镜2的虚物了 这个写错了 虚物 虚物 所以D2等于 D1减到这个 14公分 D2就等于这个 那就等于这个 D2是 第二个像的这个 它的位置 它的focal length 是-12公分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 带到这个 成像公式里头去 我们可以得 第二个 透镜的像 是在它的后面 25公分 好 这个放大率 带进去 带进去 等于这个 也是等于 放大1.79倍 在静后面 放大1.79倍的 正力虚像 与透镜1的 像方向相同 与物体 与物体方向相反 这是跟它的第一个 第一个像的 第一个透镜的 像的方向 相同 positive就是跟它相同 OK 那第一个物体是 正力的虚像 方向是 看看方向 相同 对的 我们看图就比较清楚 我们最后看这个 好了 这个是 对的 我们看图 比较清楚 好 我们看这个 总放大率就是这个 位于静后 25公分 放大率 3.58倍的 导立实相 好 我们现在看这个 这个比较复杂 物体本来在这里 第一个透镜 成像 成像在这里 是导立的 这是导立的 我刚刚大家记错了 这是导立的 导立的 没错 然后这个 这个像呢 对第二个物体来说呢 这是它的虚物 虚物 所以它成像在这里 成像在这里 所以它跟这个是 同方向 所以跟这个方向 是相反 是一个 是一个实物 所以我们 回过头来看 刚刚那个 我们看这个 刚刚这个头 我们看 DI1 等于震36公分 在第一个镜子 后面36公分 它是什么 是导立的实相 我刚刚记错 记到前面一个例子 虚像 导立的实相 放大两倍 然后这个虚像 这个就是变成 第二个物体的虚物 物体的虚物 物体的物 第二个镜子的物 物体 然后这个算出来 它在第二个镜子的后面 正25公分 就是说这个位置 跟它的物体 同方向 刚刚这个物体是什么 是第一个 就是第一个镜子的实物 所以它跟第一个 是相反 第一个就跟这个 物体的方向相反 方向相反 所以没有错 这个我们看个图以后 没有错了 底下我们就 介绍一下光学仪器 就是两个透性的系统 你一定要把它分成 第一个透性 跟第二个透性 做两次 做两次 OK 第一个物体的相 去变成第二个 第一个透性的相 去变成第二个透性的物体 这样去做 光学仪器 比如说我们眼睛 看东西的时候 这个东西在这里 距离眼睛比较近 看得比较大 距离远 看得比较小 原因就是 它对我们眼睛 所张开的这个角 越近的话 这个角度就越大 我们觉得它越大 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之下 我们把一个物体 从很远很远的地方 慢慢地 朝我们这里移过来 如果我们眼睛 是很健康的 没有近视 没有近视的 那么在自然的 松实情况之下 就是说你不要用力 不要去 眯眼睛看 你会觉得物体 从无限远过来的时候 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越来越清楚 一直到某一个距离低 最清楚了 你再近一点呢 就开始又 看起来比较吃力了 那么这个 这个极限点 我们称它叫做近点 near point 再接近呢 看起来就会越来越吃力 越来越模糊 那么所以这个低 就是这个低 看得最清楚 就是这一点 我们称它叫做 明视距离 明视距离 一般对我们健康的 这个眼睛来 来说呢 大概是25公分 25公分 如果这个物体 本身就很小 比如说你要看一个 很小很小的东西 一粒沙子 或者看很远很远的星星 天上的星星 那么 或者很小的物体 或者是很远的物体 那你看不清楚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有一些光学的仪器 来帮助我们看 最简单的一种 叫做放大镜 The simple magnifier Simple magnifier 比如说 我们眼睛 看这个物体 高是Y 在明视距离的时候 它对我们眼睛 所张开的这个角 是θ角 如果这个角太小 你看不清楚 比如说我们 看报纸 看报纸 我们一般人 看起来呢 25公分 看得很好 那近视眼 你摆在这个25公分 他就觉得这个好小 那这个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把这个角放大 想办法把这个角放大 怎么放大呢 我们就是在这里放一个 涂透镜 把这个物体呢 就放在它的焦点的附近 它的焦点的附近 这样子呢 它成像不是在无穷远吗 对不对 无穷远的地方 在焦点之后是无穷远 如果不是焦点 焦点的附近呢 就是反正是在这个后面 是一个放大的一个虚项 放大的虚项是正立的 变成放大的虚项 它的距离就是在 明示距离跟无限大之间 如果这个向的高是Y' 现在有个这个了 Y' 本来是θ 本来没有这个镜子的时候 25公分的地方呢 它是Y 这两个角呢 实际上都是不会 不会这个很大了 那么Tangent Theta 看这个三角形 Tangent Theta 等于Y over 25公分 慢慢乎乎就让它等于 Theta弧度 Theta Prime也是这么算 Y' over F 放大虚就是脚放大虚 Angular Magnification 定义就是什么呢 M等于后来的这个角度 被这个来比了 这个比上这个 那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Y Theta 这个比这个 那么我们就可以 当做是这个向的高度的 比值 然后等于25公分 over F 你把这个带进去 把这个带到这里来 所以放大镜 这就是放大镜的 放大倍数 这个倍数不会很大 就是说你这个F不能太小 你要提高这个放大率 就是这个是固定的 你F要很小 越小它越大 但是不能太小 太小的话 会有相差发生 所以我们发现 它大概不能超过十倍 一般的这个放大镜 一般的这个放大镜 倍数不会太大 十倍就算不错的 一般我们用来看字 看一些小字 感谢观看